国际油价持续下跌 国内各式器材油价格已回跌到2009年1月水准 但过去因为油价攀升而调涨的物价 现在也要跌了吗 麦当劳超值全餐起跳价跟2009年比 涨了10块 星巴克大杯拿铁也贵了10元 吃统一肉燥碗面要多花3块 喝平汽水得多付4块 供小吃摊贩业者使用的台糖18公升装沙拉油 经销价当时每桶550到655元 今年从610元降到560元 跟当年比 毛猪拍卖价平均每公斤贵了8元 白肉鸡产地价每台鸡多5块 鸡蛋批发价每台鸡也贵了3元 国光客运台北到高雄票价 多花30元才能搭 那我们的薪水变多了吗 今年1至9月 实质经常性薪资37368元 实质薪资倒退15年 戴森温馨提示 今日天气转凉 戴森JFocus喷射控流技术 快速均匀温暖全防